上次说了奇瑞瑞虎期,你们让我评评瑞虎吧,本期咱就说一下奇瑞的瑞虎吧 先问大家一下,你们认为奇瑞虎吧的尺寸应该是紧凑型SUV呢,还是中型SUV,请回答 奇瑞申请的级别是中型SUV,这的确没错,早在奇瑞虎吧刚上市的那一年,应该是2018年前后 那个时候它的尺寸的确是那时候的中型SUV,比雪佛兰的探界者都要稍微大了一圈 那个时候国产的紧凑型SUV像第二代的哈佛H6,吉利博越等等,尺寸也都要比它小 奇瑞的定位没有问题,但是没过两年,竞争对手个个不讲武的好家伙,尺寸一个一个增肥 但还称自己是紧凑型SUV,最关键的是人家还把价格定的很便宜 再回头看看瑞虎吧的主力1.6T和2.0T的起售价都在12万上下 怎么能去跟那些紧凑型SUV去比呢 奇瑞一成不变的外观以及内饰设计也劝退了不少人 那奇瑞的紧凑型SUV呢? 奇瑞锐虎8下面就是瑞虎7,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的紧凑型SUV 瑞虎7在价格上面的确和现在的主流哈佛以及吉利的SUV等等都打成了平手 而且1.6T的发动机动力也要比对手更强 但是国内消费者最为关心的尺寸问题成为了瑞虎7最大的短板 在今天的主流紧凑型SUV中,奇瑞锐虎7是不是又有点小了? 好,说跑题了,说回今天的瑞虎8车型 就是定位太模糊,价格又难以形成竞争力 说回瑞虎8车型,目前瑞虎8有瑞虎8本体和瑞虎8PLUS两个版本 当然了,瑞虎8PRO也快上市了 但是没有具体的配置,咱就暂且不说瑞虎8PLUS车型 瑞虎8PLUS叫瑞虎8本体版,长度仅长了22毫米 是在外观装饰件上的珍藏,对车身结构构架没有任何影响 瑞虎8车型提供1.5T、1.6T和2.0T动力版本选择 如果你考虑这款车,首先排除1.5T的动力版本 第一是可选配置特别少,因为厂家也不推荐这个版本 其次就是说这台发动机放在瑞虎上动力真的很肉 直接排除,那么咱说一下1.6T发动机在瑞虎8上的动力表现 动力足够用,但是高速再加速表现一般 最大的优点是起步和中低速再加速时油门很轻巧,动力储备完全足够 该车型的不足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低档位存在明显的顿挫 而且再加速时降档偏于平缓 在现阶段的双离合变速器调教水平来说的话 谈不上多么优秀 但也是处在中能水平,没有太大的槽点 2.0T发动机的车型呢,动力表现更为充沛 无论是低扭输出还是高速行驶再加速表现 动力储备依旧非常充足 但同样也是因为这台7速湿双离合变速器的调教 让它的再加速时降档偏平缓 不会带来多么激进的驾驶感受 但就换档平顺性来说 要比1.6T车型调教的更好一些 更为平顺 底盘方面,虎巴本体和虎巴plus结构完全相同 前迈福性后多连感独立悬架 调教也是稍微偏软 路感比较的模糊 也是完全偏家用车 佛系驾驶的底盘操控调教 最后至于配置怎么选 其实不怎么好选 因为如果说你想选11-20万左右的经济配置车型 那我更推荐你去看看第三代哈佛H6 以及哈佛大狗 或者说长安第二代CS75plus车型 因为这个价位 其他品牌车型可以选到配置更加丰富 而且动力与空间都不差 而且翻阅瑞虎巴配置表之后 我发现290T 1.6T发动机车型的辅助驾驶和390T 2.0T发动机车型的辅助驾驶有所不同 可以简单理解为升级版的定速巡航 所以1.6T车型的自适应巡航功能可要可不要 推荐的话我就推荐指导价12.69万的昆蓬版自动逐风型 像360度全景影像 后博车雷达定速巡航全景填充7寸液晶仪表盘 12.3寸的中控屏 以前排作业加热等等都是标配 唯独就是音响喇叭有点可怜 只有4个 而2.0T的车型呢 我更推荐选择14.99万的瑞虎巴PLUS 390TGDI豪想版 相比较于14.49万的虎巴本体顶配自动扶摇加版 贵了4000块钱 但是多了19寸的大轮胎 具备有车道保持功能的L2级辅助驾驶配置 换挡拨片 12.3寸全液晶仪表盘 内置行车记录翼 后排副驾驶座椅 调节老板按键 索尼扒喇叭音响 空气净化系统 很值 最关键的是RU58PLUS 还是一套全新的外观和内饰设计 好了 到这就是本期给大家介绍的RU58系列车型 等过两天RU58PLUS车型出来之后 再给大家聊聊RU58PLUS哪一款更值得入手 我是嘉良 关注我选车教你精打细算